作为厦门人气最旺的旅游打卡地之一 沙坡尾避风物 既新潮 时尚 文艺范儿 又保有历经时光的本真之美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沙坡尾的原住民 他是厦门很有名气的美食博主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研究如何保住 当地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留住避风物里的美丽香愁 那你们平常对里面像这个季节里面 是怎么样的做法 陈宝谦今年52岁 作为土生土长的沙坡尾原住民 小时候吃惯了长辈做的瑜伽饭 长大从事美食品鉴工作后 他最推崇的还是沙坡尾的传统风味 像我们这个传统渔区 那渔船出海作业 包括回来 渔新鲜 因为你不会去太路杂的去烹饪 就简单的才能保留它的原味 那基本上都是简单的盐水煮了 或者是直接酱油水这样 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对传统味道的热爱与执着 加上小时候沙坡尾的渔民生活影响 便成就了陈宝谦现在的职业 而对于他来说 最美的味道 还是小时候跑过石板路闻到的鱼腥味 就像以前国安 国安只是到这个地方 很窄你看 很窄 那整个这个木栈道是后面改造的时候 才加换出来的 原来只有石头的这一块 就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拔篮鱼 以前因为它野生海埔的量很大 然后我们就遗传回来 它一下子也卖不掉 它有了就在夹班上面去晒 所以很多小朋友怎么都夏天都喜欢跑到船上去偷吃鱼竿 这比较有意思 因为那个鱼竿晒起来很香很好吃 2015年沙坡尾避风目封闭治理 不再作为船舶停靠点 老渔民们纷纷上岸 沙坡尾也迎来一轮轮有机更新 百年的渔港向文创街区转型 既留住翻腾的烟火 又增添年轻人喜爱的文艺精致 逐步发展成为厦门旅游新地标 以前这条街的美食多不多 没有只有两家 也都是做那种传统的小吃沙茶变 现在整个街区里面已经有82家的这种餐厅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厦门小吃沙茶变 然后烧肉粽 什么土筍洞 什么全部都有 看到昔日的家乡如今繁华更盛 陈宝钳既感慨又激动 他说只要渔船依旧飘荡在海面 老街坊泡的功夫茶依旧滚烫可口 乡愁就仍有寄托 我说只要渔船依既感慨又激动 我说只要渔船依既感慨又激动